强风呼呼狂吹伴随大雪降下 一片白梦都快看不清楚道路 路面不是雪水就是结冰 有卡车直接横停路中央 也有汽车滑到路边斜坡 内布拉斯加州一条洲际公路 有多辆车子发生打滑事故 包括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 还有克罗拉多等州超过72万人 耶诞节收到暴风雪警报 各地降雪量落在20到45公分不等 同样风暴系统导致农雾 严重扰乱伊利诺州 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 当地周日将近200个航班 现在我来到第三天 正在买到德州 去看我的父母和祖父 这不大意义 耶诞节假期 美方法案家人准时相聚 航空公司也被麻烦 除了美国 位在亚洲的印度 首都新德利也被农雾笼罩 伸手不见五指 印度北部白天设施10度左右 晚上可以到零下3度 日夜温差大加上水汽 引起厚厚一层雾 当局警告用路驾驶务必小心 最难半球的澳洲 新南威尔斯州 甚至下起冰雹 天气一片白茫 胡斯兰州 则是下起狂风暴雨 耶诞节正天造成10万户停电 甚至酿下伤亡 TV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